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把方便面放入蒸锅里蒸一蒸 出锅没想到居然这么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蒸屉 再放入准备好的方便面 再给方便面上淋上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将方便面蒸上五六分钟 接下来切点配菜 准备一颗洗净的生菜 将生菜切成条 切好的生菜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洗净的洋葱 从中间切开 然后改刀 将洋葱切成洋葱丝 切好的洋葱给它抖散开 抖散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火腿肠 将火腿肠切成片 切好的火腿肠同样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青红椒 去掉根地去紫 然后从中间切开 将青红椒改刀切成丝 青椒同样切成青椒丝 切好的青红椒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葱姜蒜 准备一根大葱切成葱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将生姜切成姜末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切成片 切好的葱姜蒜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个鸡蛋 再将鸡蛋给它充分搅散 让蛋清蛋黄充分融合到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把方便面调料夹进来 再加入少量的开水 将调料化开 用筷子搅拌均匀 调料放凉之后 加入一勺白糖 一勺老干妈 再加入适量的老抽酱油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咱们的方便面也已经蒸熟了 用筷子给它均匀的抖散开 方便面抖散开 就可以盛出装入大盆中 然后把拌好的料汁夹进来 再下手将方便面给它抓拌均匀 让方便面均匀的粘裹上料汁 这样的方便面才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抓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打好的蛋液 用铲子快速滑炒 将鸡蛋炒至凝固 鸡蛋最后炒成小块 盛出装入盘中备用 另起锅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葱姜蒜炒香 葱姜蒜炒香之后下入豆芽 洋葱丝继续翻炒 将配菜炒至断生 配菜炒至断生后加入青红椒继续翻炒 同样将青红椒炒至断生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生抽 给配菜入个底味 继续翻炒均匀 把拌好的方便面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 将方便面和配菜充分融合到一起 再加入提前切好的生菜 火腿片 炒好的鸡蛋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 现在我们用筷子翻炒 这样会更加的方便 继续将配菜炒至断生 配菜炒至断生 方便面也已经完全和配菜融合到一起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出锅装入盘中 哇 这也太香了 这样炒出的方便面吃起来会咸香入味 特别的筋道好吃 比水煮的好吃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了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